每天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居然被民众目击 这么夸张 有大批大批的老鼠在车站前面的花圃 钻来钻去乱跑 吓坏路人 我们立刻把现场交给记者杜玉玲 玉玲请说 社主播各位观众 每天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 竟然有民众投诉 有老鼠出没在这个地方 而且出没地点呢 就是在南车出口前的这个苗圃里面 而且民众就说了 有目睹有多只老鼠在花圃里追逐 负责管理的台北市公园处员工队 则表示会再加强环境的清洁整理 让我们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发现鼠洞的部分 我们是请要求清洁人员说 先针对鼠洞部分 先做一些检疫的风穴的动作 然后避免就是说 有一些老鼠的情况在马上 根据附近的摊伤表示 老鼠经常是在晚上出现 到处乱串 研判应该是民众或是游民吃剩的便当或是食物 吸引了这些鼠群的聚集 而且这些老鼠也不怕人群 嚣张的到处乱跑 真的是吓坏了不少路人 以上就是现场最近情况 将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让路人吓坏了台北车站前面的花圃 竟然有大批的鼠 这样跑来跑去实在是非常的吓人